- 重新入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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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Lisa - 我是Kerry - 合法 - 你到底為什麼今天那麼叛逆啊 - 你幹嘛 你怎麼了 - 沒有 我好累 - 是不是冬天真的影響你很多 - 我真的不喜歡 - 沒有 沒有 你不要這樣想 - 夏天快來了 - 喔 這是你最近激勵自己的方式嗎 - 對 - 這也是我最近心情比較不好的原因 - 我好絕望 我覺得夏天就在 - 就在我身後緊追著我 - 你知道前幾天 - 是嗎 我覺得最近寒流 - 真的很 - 就是會讓心情很差 - 很差 - 有嗎 我好快樂喔 - 你知道前幾天不是那個什麼 - 就是醉降式那個寒流嗎 - 就突然變好冷 - 而且還下雨 - 然後因為我很相信 - 我很相信自我催眠 - 催眠就是你一直告訴自己 - 這件事情是真的 - 你覺得好過一點 - 什麼事情是真的 - 那你相信吸引立法則嗎 - 我也相信 - 總之那幾天很冷 - 就是低於10度 - 然後每天都在路上 - 一邊戴耳機一邊唱著 - 太陽曬的我眼睛沈不開 - 哈哈哈哈 - 這樣不會衝突嗎 - 然後我覺得 - 幹沒有 又好冷 - 好 - 可是很冷很舒服啊 - 我不喜歡冷 - 而且因為冷就要去 - 因為我每天 - 我會希望每天可以去運動 - 然後冷 - 會比較不想動 - 會比較不想動 - 那你現在還有去嗎 - 有 你知道健身房沒有在開暖氣的耶 - 喔 - 健身房是照樣開冷氣 - 可是你不覺得天氣冷的時候 - 運動比較不會流汗那麼臭嗎 - 是沒錯 - 因為夏天健身房真的蠻臭的 - 因為我固定會去那個舞蹈教室 - 嗯 - 然後夏天的時候 - 餓臭無比 - 餓臭 - 餓臭 - 但是冬天就好很多 - 所以我就很滿意冬天 - 冬天唯一好處是 - 比較沒有啊 - 比較不會有 - 大家不會有那個流汗和臭味 - 可是最近因為冬天 - 然後 - 不是 冬天已經一陣子啦 - 就是進入冬天之後 - 是喔 最近才有冬天的感覺啊 - 對可是 - 你就是去年年底有30度 - 哈哈哈哈 - 可是進入冬天之後 - 我發現我有一個趨勢 - 就是我開始變胖 - 啊 因為要儲存過冬的脂肪 - 對 然後就是開始有點吃太多 - 你真的會找一些歪理來安慰自己 - 哈哈哈哈 - 對 然後就導致我有一陣子 - 有點很焦慮 - 就很不想出門 - 你變胖幾公斤 - 我沒有量 - 我甚至不敢面對 - 體感上的變胖 - 對對對 - 可是我抱起來覺得沒有啊 - 呃 - 蛤 - 因為我上次在那個酒吧外面 - 什麼時候 - 什麼時候 - 在酒吧外面跟他道別的時候 - 我有抱一下他 - 然後我一抱一下我就 - 我說你的腰好細喔 - 可是其實那已經是我變出過後了 - 而且因為我臉 - 然後他下一句就跟我說 - 可是我變胖很多欸 - 我就想想賞他巴掌 - 哈哈哈哈 - 而且因為我的臉是真的會變圓 - 然後你不覺得冬天會很想要吃一些 - 很重鹹的東西 - 重鹹 - 對對對 - 我夏天也是呢 - 我夏天也是 - 我一年四季都是 - 讓我講完 - 對不起 - 我像說就是水腫會讓我的臉整個很圓 - 所以我就有一陣子很不想出門 - 那不是冬天問題啊 - 是啊 - 你就是要吃得清淡一點啊 - 是嗎 - 然後不要吃宵夜啊 - 可是清淡一點就不好吃啊 - 我懂啦 - 冬天會想要那種 - 熱熱的 - 鹹鹹的東西 - 會有想要療癒感 - 所以這樣算一種容貌焦慮嗎 - 是 - 所以你是冬天比較會有容貌焦慮 - 不是 - 我是變醜就會有容貌焦慮 - 剛剛那題是季節問題吧 - 哈哈哈哈 - 如果漂亮的話 - 我覺得冬天的衣服比較貴 - 是沒錯 - 因為它布料比較多啊 - 所以其實我很少冬天衣服 - 你沒有發現我幾乎都穿一樣嗎 - 是啊 - 可是有一派 - 有比較有 - 不知道穿不穿容貌焦慮 - 有一派人對於自己的體型或身材比較不滿意 - 不管是他覺得自己太瘦 - 或者他覺得自己不夠瘦 - 有一些人會覺得冬天我可以穿的 - 塞很多衣服 - 穿外套長褲什麼就是 - 比較可以藏肉 - 或者是比較不會被別人看出我是什麼身形 - 就是那個比例比較可以修飾 - 可是夏天可能就是短褲短袖短裙 - 或者是他去游泳去海邊 - 他必須要 - 欸我就有一點像這一類人 - 因為我喜歡冬天還有一個原因 - 是因為我可以穿很多衣服 - 但是夏天就是因為太熱 - 我會熱到放棄穿搭 - 就是不管 - 嚇死我 - 沒有 - 還是會穿 - 但我就會放棄一切就是 - 以舒服跟散熱為主 - 就可能只會穿T恤或是牛仔褲 - 那你有穿 你近十年有穿過泳衣嗎 - 有啦 - 有喔 - 什麼時候 - 我去泰國的時候有啊 - 走在路上 - 不是 海邊 - 不是 - 因為我已經十年以上沒有穿過泳衣了 - 為什麼 - 那你的泳衣是 - 欸十年沒有到十年 - 好 五年 - 我曾經也是有超過好幾年沒有穿泳衣 - 然後我拿出我小燒那一套 - 欸 翠花 - 翠花 - 翠花 - 呼氣 - 就我一摸他就破洞了 - 你知道我很喜歡去游泳 - 可是我是一個很討... - 欸這樣 - 好真的不成立 - 你先講完 - 你先講完 - 沒有我是一個很討厭 - 穿泳褲 - 就是那種的感覺 - 我會覺得很赤 - 裸露身體嗎 - 我會覺得很赤裸 - 但我看 - 就是我不是很... - 等一下不對你不是很愛在IG - 發一些你摸上身的照片嗎 - 我不是很喜歡在現實生活中 - 泳貓其實也還好吧 - 它只是會發 - 但是沒有到很長啦 - 不是就是你如果... - 你如果今天貼你的照片 - 你可以確定你這張照片 - 你的肚子沒有凸起來 - 你的... - 噢 噔噔噔 - 你是你在你自己的掌握中的 - 對 可是因為我很喜歡去游泳 - 跟去曬太陽 - 可是有時候你在泳池邊曬太陽 - 在一個滑手機 - 或是發爛的瞬間 - 比較放鬆的姿勢 - 你就會往下看起來 - 哎呦我肚子好凸 - 就是你就是頭背或幹嘛 - 然後就會覺得很焦慮 - 你就會覺得去游泳都要... - 縮小腹 - 很像中國小姐要很那個... - 站得很挺啊 - 那釘字步這樣嗎 - 釘字步 - 在泳池旁邊釘字步 - 可是你們是那種小時候 - 長得不好看的人嗎 - 因為我自己就說過 - 我是小時候很醜 - 我長大才美翻的那一種 - 你說的小時候是指國高中 - 還是幼兒 - 呃國高中 - 因為我是... - 我自認為幼兒超可愛 - 哈哈哈哈 - 妳很難聊 - 因為... - 不是我說幼兒時期 - 是大概兩三歲的時候 - 我看了照片我說 - 哇這小朋友太可愛了吧 - 哇是我耶 - 哈哈哈哈 - 就是那種眼睛超大 - 那種小姑娘 - 對對對對 - 你的眼睛是真的很漂亮 - 然後我後來長大之後 - 我媽還曾經為了這件事情 - 指責過我 - 她說 - 啊你小時候眼睛這麼大 - 這麼可愛 - 怎麼長大眼睛變這麼小 - 妳媽... - 妳媽... - 妳媽有很嚴重 - 她說靠北要不是女生的 - 然後後來沒有話我找到那個問題的原因在哪了 - 因為問題的原因其實是我眼球大小沒有變 - 但是我的臉變大了 - 哈哈哈哈哈哈 - 妳太敢... - 這不用分析吧 - 所以看起來眼睛就變小了 - 因為像我現在的長相跟就是... - 如果是大概國高中認識我的人 - 他們都會以為我去整形 - 會認不出來 - 欸可是... - 妳有看過啊 - 是因為妳有戴牙套對不對 - 對 - 戴牙套是真的算是一種整形嗎 - 對 因為小時候... - 小時候我爸那時候我本來就爆牙 - 好像是客家人比較容易爆牙嗎 - 還是我不知道 - 妳不要... - 是嗎 - 妳不要發動地圖炮好不好 - 還是嗎 - 妳就問妳好意思問我說是嗎 - 妳就問妳好意思問我說是嗎 - 我能說是嗎 - 好好好好 - 反正就是因為是我奶奶爆牙 - 然後我有爆牙 - 然後... - 那就是你們家的遺址 - 剛剛客家很屁事啊 - 哈哈哈哈 - 想死啊 - 反正我爸 - 就曾經有說過要幫我戴牙套 - 可是後來反正這件事情沒有成 - 不了了之 - 對 然後是直到大學的時候 - 我有說過為什麼我要戴牙套的故事嗎 - 沒有 - 是因為... - 喔妳被笑是不是 - 不是不是不是 - 是因為... - 我不是說我被初戀女友劈腿 - 我在她的那個電腦的螢幕上面 - 看到她跟別人通信 - MSN 的那個... - 對對對對 - 還記得嗎 - 我記得我記得 - 沒有她一點點... - 好有人不記得 - 我問妳幹嘛看人家訊息那一集 - 對對對對 - 我說我不小心看到 - 心來了 - 然後後來反正 - 因為那時候她想要挽回我 - 我就說好 - 妳讓我看你們的對話記錄 - 妳們到底都在聊什麼 - 她就給我看了 - 然後... - 妳好勇敢喔 - 不可能再聊矯正牙齒吧 - 沒有 - 她就是給我看的時候 - 那個女生是她前女友 - 她前女友 - 就說 - 妳真的喜歡那個爆牙妹喔 - 在那個... - 反正他們就是... - 這是人生攻擊吧 - 這是對話裡面 - 反正他們就是那時候在搞曖昧 - 就是要在一起衝一下小... - 就要醜化妳 -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被攻擊到 - 我就覺得說 - 爆牙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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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可是... - 自己心裡有ACO耶 - 可是... - 可是妳知道妳矯正完牙齒 - 她就會改成罵妳說 - 妳知道要跟那鋼牙妹在一起嗎 - 鋼牙... - 就是她一樣會有辦法罵到妳 - 我知道 - 但是那個時候大一的我管不了那麼多 - 我就想說 - 妳就去矯正 - 我就直接去先找打工 - 因為要賺錢 - 要賺錢 - 然後就立刻去諮詢說我要做鴨頭 - 那妳除了... - 小時候除了對於鴨翅比較自卑之外 - 容貌焦慮還有來自哪裡嗎 - 眼睛小 - 可是妳... - 我想看妳眼睛沒有很小啊 - 可是妳現在... - 妳現在人覺得這件事嗎 - 蛤? - 因為... - 因為我們小時候... - 我跟你算同輩嘛 - 我們小時候流行的長相跟現在很不一樣 - 喔對 - 例如小時候會在學校... - 小時候會被笑的樣子 - 都是現在同志圈超受歡迎的樣子 - 就是要有點肉 - 妳有被笑過嗎 -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既得利益者 - 因為我小時候很瘦 - 眼睛很大 - 然後她說欸好好妳有雙眼皮 - 然後她說欸妳看那個人有蘿蔔腿 - 妳現在有三眼皮 - 我有三眼皮 - 我那時候會有三四層 - 呵呵 - 可是妳看現在就在... - 例如同志圈大家都追求單眼皮 - 然後腿要很粗 - 然後... - 可能要很矮 - 這個好像只有男同志圈 - 這是妳自己的只有條件吧 - 這是男同志圈而已吧 - 但我的意思就是那個... - 那個大家對外貌的那個... - 定義跟審美會一直隨著時間改變 - 因為我想到農貌焦慮最... - 我想到一點就是... - 國中的時候 - 大家一定都有經歷過女生 - 瀏海一定超厚 - 然後會蓋到眼睛 - 看桃看冰 - 楊成林帶壞的啊 - 喔對 楊成林 - 然後那個制服的口袋 - 胸前口袋一定會放音跟... - 扁梳 - 扁梳啊 扁梳 - 扁梳啊 扁梳 - 我要講梳 - 我要講... - 這孔明嗎 - 然後拋出一個扁... - 隨時要趙東風這樣子 - 我們都是放在那個... - 運動褲的後面... - 後面的口袋 - 因為我國中制服胸前有口袋 - 然後那時候國中女生 - 每個人胸前都一個... - 那你們手外套會這樣子嗎 - 對 - 怎樣子 你說要... - 就是要把手鎖進外套裡面 - 收進袖子裡 - 袖子要蓋過人的胸腳 - 潛得oversize - 但要露出一點點 - 然後還有... - 還有那個什麼... - 褲子要拉很低 - 要露出裡面的四腳褲 -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流行嘻哈啊 - 都要穿越低越好 - 幾乎就在屁股一半 - 可是那個跟容貌交流沒有關係 - 那個比較像是跟流行 - 對 流行 - 可是那個梳子就是... - 樹瀏海這個 - 我覺得就是那時候國中女生 - 對自己可能普遍... - 對自己長相比較沒有自信 - 一直梳 - 都希望就是蓋住... - 蓋越多越好 - 然後風一吹來馬上... - 壓住 - 就不准露出額頭這樣子 - 阿翰以前那個... - 因為飯菜裡面全部都痘痘 - 對對對 -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Lisa - 我說Black Pink的Lisa - 那時候女生把他給我髮膠噴刀 - 我都不會弄 - 有定型液嗎 - 欸Lisa學不講 - 她學不講 - 那時候有定型液了啦 - 但那時候不流行這樣弄 - 對 可是因為我小時候也是屬於那種人 - 我就覺得我國中是黑歷史 - 誰的國中不是黑歷史 - 因為我小時候的... - 因為我小時候的... - 因為我小時候的... - 我小時候的容貌焦慮就是 - 也是來自我覺得我自己的... - 就是除了眼睛沒有長大之外 - 其他地方都長大了 - 就覺得啊我的臉好圓好大喔 - 然後就想要用那個... - 那個... - 頭髮全部蓋住 - 我就覺得女娲在造我的時候 - 應該是把所有剩下的黏土 - 全部黏到我臉上去 - 哈哈 - 女娲是誰 - 女娲 - 女娲補天 - 造人 - 她會捏你喔 - 我不知道 - 就有盤骨 - 盤骨接下來是女娲 - 盤骨不是開天的人嗎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女娲造人 - 她可能把一些剩餘的邊角料 - 全部補到我臉上 - 比較算比較節省的女娲 - 然後我想說也是很自卑的這件事情 -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 - 就是慢慢的也是放棄在遮臉 - 嗨 我是重新錄一段的剪接師Max - 新的一年你也想做Podcast嗎 - 上First Story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動態廣告輕鬆置入 - 經營你的會員訂閱制 - 粉潤能更easy喔 - 第一會長痘痘 - 啊對 - 第二就是我不在乎了 - 就有時候就是心裡過一個坎之後 - 或是你身邊的環境跟那個同才改變了之後 - 你也會改變自己的神秘 - 可是我有一個很偏門的容貌焦慮 - 是我很不喜歡自己皮膚是白的 - 蛤 我以為是畫眉毛欸 - 那個還好 - 那個我已經接受了 - 哈哈 - 我以為是你沒畫眉毛就不會出門 - 這個還好 - 這個是沒錯 - 可是那個沒有到很焦慮 - 就是如果今天不畫我也不會這樣 - 覺得怎樣 - 可是就是我會一直希望 - 我會一直每天會在路上觀測 - 就是會把手相看幾點那樣拿起來看 - 你為什麼很介意自己是白的 - 就會覺得黑比較好看 - 你嗎 - 對 - 啊你有試過白的嗎 - 因為我們就黃種人 - 所以我的白也不會到哪裡白 - 我早上沒有特別美白也不會白到哪裡去 - 可是我就覺得我喜歡黑的 - 然後我就覺得黑的比較快樂 - 就會自己覺得 - 我覺得小時候的一些童年或是一些 - 看了色情片會影響你 - 哈哈哈哈 - 你到底都看了什麼 - 什麼意思 - 因為你喜歡扮導愛嗎 - 沒有就會影響你對 - 他喜歡黑辣妹 - 會影響你對好看或者是什麼 - 你就越黑越辣 - 然後我就至今都覺得 - 因為我從高中就會每天去泳池曬太陽 - 然後那時候真的曬太黑了 - 你小心皮膚矮欸 - 然後後來就要控制 - 欸你會擦防曬乳嗎 - 我會擦防曬跟助曬 - 就是你要防曬傷帶藥 - 對 -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會真的覺得 - 我現在好像就是中暑了 - 在泳池邊會覺得這個感覺不對 - Too much - 可是就是隔天回家也是覺得 - 啊我今天還是要去曬 - 然後會對於那個膚色的加深感到很快樂 - 嗯 - 所以你只要白一點就會很焦慮 - 我現在就很焦慮 - 你現在這樣算白嗎 - 因為冬天曬不太到太陽 - 對 然後我在路上就會看 - 因為有時候去運動 - 有些男同志還會在日曬 - 因為我會去那個室內曬 - 日曬機那種 - 然後有時候運動 - 看到人家還這麼冷還保持很黑的腳 - 就啊 - 就對阿 - 好久沒去曬 - 然後我就會很焦慮 - 嗯 - 曬那個要錢嗎 - 要喔 - 你在開玩笑嗎 - 而且那個是不是很貴啊 - 我們要一筆錢 - 喔 - 然後我覺得 - 那還是靠太陽好了 - 然後我覺得小時候的容貌焦慮很多 - 是跟別人比 - 就是同學都有味 - 像我同學 - 同學褲子都穿屁股下味 - 這樣子會有同才壓力 - 可是長大比較困擾的是跟自己比 - 會發現自己其實蠻討人厭的 - 什麼意思 - 什麼意思 - 就是你會 - 你會開始覺得 - 你要滿足的是自己的喜不喜歡嗎 - 嗯 - 就像例如Kelly覺得Lisa其實還蠻瘦的 - 嗯 - 可是Lisa會自己覺得 - 可是我是跟我當時的自己比 - 會覺得我還是想要再瘦一點 - 就像是 - 應該不是女為越極者容 - 而是女為越極容 - 對就為了自己 - 對 - 可是欸我只知道Lisa有戴過牙套 - 可是 - 她是長大戴的 - 我是小時候戴的 - 可是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戴過欸 - 就是小時候被家裡送去 - 可是那時候就是 - 你是抱牙才戴嗎 - 你是幾年級戴的啊 - 五六年級吧 - 五六年級 - 那你那時候有覺得你牙齒很亂很自卑嗎 - 因為我小時候 - 我小時候拔錯一顆牙齒 - 然後後來門牙就歪掉 - 還可以拔錯喔 - 就是因為小時候那個乳牙它長 - 它有一個順序 - 所以你好像是要照著它的規則走 - 嗯 - 不要亂來 - 這樣你的醫生不用負責嗎 - 他給你亂拔牙齒 - 欸五六年級不是太小嗎 - 因為就是後面牙齒還會再長 - 你可能還會再長自齒 - 戴牙套好像要過一個年紀 - 對 你長自齒的話 - 你可能又會把牙往前推三次 - 但那個年代大家都會讓小孩 - 就是在那個年紀去矯正 -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-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種牙套 - 是還會戴在頭外面的那種 - 我知道 - 是像那個巧克力冒險工廠裡面那個 - 對對對對 - 它就是骨丁的作用啊 - 對對對 - 那個好可怕耶 - 看起來好痛喔 - 然後也是滿小的 - 可是那時候就是對於牙齒保健 - 對於容貌都沒有什麼概念 - 你只是被帶去的 - 對 只是被帶去 - 啊你有拔牙齒嗎 - 有拔 - 它拔了三四顆 - 好多喔 - 要拔掉一個空間 - 讓那個牙齒進去 - 對對對對 -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- 我好像總共拔了八顆 - 包含 - 太多了吧 - 包含智齒 - 然後已經會有很多蛀牙 - 好多 - 對 - 那你嘴巴裡面還剩幾顆 - 現在應該就是最低的數量了 - 就人類最低的數量 - 然後我還有打超多骨丁 -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好聽 - 好啊 骨丁是為了要支撐它 - 把它拉拉過去 - 喔 - 因為我剛剛講到Lisa是長大後 - 有冒焦慮後才去矯正牙齒 - 沒有我是被罵了 - 就出一種焦慮 - 哈哈哈哈 - 然後我是小時候家人的安排 - 我沒有覺得安排不好 - 可是就是會 - 會當時沒有這麼保護好這些 - 包括你沒有認真帶維持器什麼什麼的 - 對 好像帶完要一直帶維持器 - 所以你到長大之後就覺得 - 啊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二次矯正 - 你就會想要再 - 很多人是這樣子 - 就小時候沒有顧好 - 長大後會覺得 - 那我再去絞針一次 - 好像又有點歪掉 - 那你可以去戴那個什麼隱形鴨套啊 - 對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- 你長大後再要不要再絞針一次的時候 - 你會想到 - 我不想要再回去再當一次那個鋼牙 - 滿口鋼牙 - 亂刮肉 - 然後嘴巴裡面都爛掉 - 然後不能吃咖哩飯 - 你的內膜全部都是那個刮傷 - 會造成的 - 你就會恐懼 - 因為它其實就把你哭住嘛 - 對 而且你還不能吃纖維太多的東西 - 那個清起來真的是有不麻煩 - 超會卡 - 而且我有看過有人說戴牙套的時候 - 最痛的通常就是你偶爾要去調整拉線 - 一拉完就把它緊到快要髒不開 - 那你後來洗掉了 - 我跟你說就是那個拉 - 因為第一次去戴的時候 - 原本應該舊式的那種牙套 - 是你要先上一顆一顆的那個痘痘 - 在你的牙齒上面嗎 - 釘子 - 對 然後等它穩了之後 - 你才是真的拉線 - 我第一次去拉線的時候 - 我真的是那一整個禮拜 - 我幾乎沒有吃東西 - 會很酸軟 - 因為你連光是吸氣 - 都會痛啊 - 都會痛 - 就是你甚至不能用吸管 - 而且你不能碰到任何東西 - 你只要 - 就變得很敏感 - 那個痛其實是你無法處理 - 你無法咬東西 - 你戴了幾年 - 我後來戴了五年 - 我也是 我戴五六年 - 都是那種鋼的 - 都是鋼的 - 然後後來還要套什麼橡皮筋 - 但我戴五六年是因為我爸媽很不負責任 - 他們戴了一半就說 - 欸我們家沒錢啦 - 我說不行 - 中斷療程 - 因為牙套就是你要繳一個 - 一開始要繳一筆錢 - 接下來是每次回診的時候 - 要把那個繳完繳到沒為止 - 對 - 然後那時候我爸媽說 - 我們家沒錢啦 -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姐一起帶 - 所以還蠻花錢的 - 我們家沒錢啦 - 你們不要回診 - 所以才拖到五年 - 所以我總統一段時間是沒有回診的 - 這個故事很荒謬 - 但是牙套還在你牙齒上 - 但是牙套還在你牙齒上 - 然後別的醫生不能給你動 - 因為一定要 - 然後這個故事很荒謬 - 但我後來長大聽說 - 有不少人經歷過這個故事 - 真的喔 - 就是因為各種原因 - 牙套真的蠻花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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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聽到身邊太多朋友都是覺得很痛苦 - 對 - 就是對生活造成太多方便 - 但牠很值得啊 - 的確是啊 - 看Lisa這樣子我覺得值得啊 - 對你有看過我之前的照片 - 所以我覺得就是縱觀這一切 - 現在我們真的有生錯年代 - 因為在我長大後 - 在我邁入30歲已經 - 打算放棄矯正 - 就是二次矯正的時候 - 發現喔原來現在有很多的隱形牙套 - 那反正我們 - 想不到吧 - 想不到吧 -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一直 - 想要講牙套這件事情了 - 然後講龍貌焦慮等等 - 就是你被業配了 - 可是我不得不說這個是 - 我們本來就想要聊這集 - 是因為我們之前一定 - 壓著容貌焦慮這集 - 對沒有錯 - 然後都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- 而且也要恭喜我們 - 第一次接到產品的業配 - 耶~~~ - 是ZENYUM 戰牙隱形牙套 - 那這是什麼 - 這是一個新加坡的品牌 - 它是2020年進入台灣的市場 - 然後我這幾天 - 滑Rios也還蠻常滑到他們的廣告 - 它是主張一些合理透明的價格 -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到一些 - 牙套譬如說你要去 - 爸媽會付不出錢來的一些問題 - 然後它的價格是公開固定的 - 所以你自己就可以去評估說 - 你有沒有辦法負擔 - 對 - 這是和以往的一些 - 跟診所的牙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- 欸我那時候是什麼 - 七八萬到二十萬的價格 - 就是傳統牙套都有 - 對啊 - 然後它還有一個 - 我覺得蠻棒的點 - 是他們可以用那個APP的客服 - 去遠端追蹤你的線上療程紀錄 -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去回診 - 對 你不用一直去親眼給醫生看到 - 這個很方便 - 當然還是要回診啦 - 但就是可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 - 奔波 - 對 重點是還有一個 - 我覺得身為金牛座的 - 我很滿意的一點 - 是他可以做免費的線上評估 - 哈哈哈哈 - 因為你免費線上評估 - 你就不用到時候 - 因為你有時候去診所 - 就算你只是去問醫生一些問題 - 他還是會說你掛號費 - 或評估費 -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一次兩千塊 - 蛤 好貴喔 - 很貴 - 而且那時候 - 欸兩千算便宜 - 而且要三四千耶 - 十年前的時候 - 喔合理 - 對啊 - 反正他是現在有這個活動啦 -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- 我覺得他最打動我的是他的隱形 - 因為他對於有些人想要 - 長大後出社會 - 因為像我是小時候 - 不想當鋼牙 - 小時候不在意醜嘛 - 然後長大後會覺得我有社交壓力 - 會擔心帶那個鋼牙會 - 因此而不敢去矯正 - 而且會嘴巴很凸 - 對 - 那所以本集的乾爹就是讚亞嘛 - 那我是真的覺得還蠻棒的 - 所以可以推薦給大家 - 那用透明的價格 - 讓大家變得更自信漂亮 - 嗯哼 - 這一次乾爹也蠻大方的 - 他就是有給我們一些專屬的優 - 專屬連結 - 就是給我們錄吃啦 - 你只要用我們的專屬連結 - 然後去做完免費的線上評估的話 - 你就可以得到一千塊 - 然後再完成一些社群分享的小任務的話 - 你疊加上去的折扣金額最高 - 可以到達一萬三 - 欸好多 - 數一下零 - 數一下零 - 一萬三 - 一萬三是幾個零啊 - 三個零 - 這個用那個什麼 - 這個用那個什麼 - 卡莉最喜歡的麥香奶茶來算的話 - 哇好多罐 - 等一下 - 一千三百罐 - 哈哈哈 - 對 - 可以換一千三百罐的麥香奶茶 - 那到時候我們會把資訊放在線洞裡面 -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- 我就有需求的朋友 - 或者是想要看看隱形牙套是什麼的 - 想要去矯正牙齒 - 可以去做出他的評估 - 我覺得很不錯 - 反正是免費的嘛 - 嗯 - 對啊就參考一下這樣 - 大家參考 - 就是像有些人是因為美觀 - 或覺得漂不漂亮爆牙 - 像是Lisa之前 - 被罵 - 因為被罵 - 是因為美觀 - 被陷棄 - 因為這樣被劈腿 - 但其實牙齒咬合 - 也跟你的健康有關係 - 喔對 - 它可以影響你的咀嚼 - 什麼什麼的 - 因為像以前我還沒矯正的時候 - 我很容易蛀牙 - 才會導致我後來拔掉很多顆 - 有些地方刷不乾淨 - 或是 - 但是你只要讓它排列整齊之後 - 其實你清潔也會比較方便 - 它對你的咬合 - 跟對你的吃飯的吸收 - 跟很多對你健康都息息相關 - 欸我真的覺得牙齒很重要 - 很重要 - 因為我超怕看牙醫 - 很痛 - 喔對 - 所以我就盡量維持我自己牙齒的整潔 - 然後我看 - 則偶也是很介意對方的牙齒 - 但是你半年還是要回去洗牙醫次吧 - 會會會會 - 你越常洗牙你就越不痛 - 喔 - 也會習慣 - 你脫太久的話 - 你牙結石越多 - 你就會更痛感會更劇烈 - 痠軟 - 我是覺得說 - 過度的容貌焦慮也不太需要啦 - 但是 - 不要影響你的心理健康 - 或是痛苦什麼什麼的 - 對 - 可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-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- 我要抵抗這個容貌焦慮 - 所以我都不要去處理 - 也 - 也不是這樣子說 - 對 - 就是對 我就找到一個平衡點 - 我就是去找你想要你是什麼樣子 - 喔 - 就像我以前很瘦 - 然後我並不是因為別人覺得我很瘦 - 我才想要運動 - 而是我覺得我人生已經瘦了十幾年 - 我想要試試看我長得不一樣是什麼樣子 - 喔是嗎 - 是這個原因喔 - 所以我才去 - 才想說去運動看看 - 然後一去動發覺 - 啊幹好 - 好難 - 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 - 我的重點是自己嘛 - 我不是因為別人怎麼說 - 因為我覺得會想要變美變漂亮變帥 - 都是人之常情 - 對 - 那我覺得每個人就找到自己的風格 - 跟自己舒服的方式 - 做你想做的事情 - 對 - 就是容貌焦慮難免會有啦 - 但還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- 因為像其實這件事情隨著我年齡增長 - 的確有稍微好一點 - 因為像譬如說我們自己亞洲人很自卑的一些 - 譬如說笑眼睛啊 - 或是怎樣的臉型 - 可是其實在外國人眼裡這樣是非常漂亮的 - 我們很漂亮 - 也沒有一定的規則跟標準 - 對 - 就是去做你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就好了 - 對 -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- 謝謝大家 - 謝謝讚亞 - 哈哈哈 - 掰掰 - 掰掰 - 掰掰 - 欸又是我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IG、YT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重新錄一段 - 記得也要追蹤、訂閱、還有限動Tag我們唷